开始看一下写日志怎么放在我们的系统中来 首先我们要回到我们之前那个blog1的文件中 然后npmdv先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之后流软器中 我们关掉这一个 再去继续访问我们那个8000专口就好 bloglist OK这样的话 大家看这里面已经有我们之前演示的一些内容 回到我们代码中的blog1这个文件中来 然后我们既然要做日志嘛 对吧我们就把日志文件的目录先建一下 在blog1下面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夹 叫blogs blogs里面我们创建三个文件 第一个叫access.log 第二个叫event.log 第三个我们可以叫error.log 这三个文件分别是存储不同的内容 access.log是存储访问日志 event.log改一下 event.log是存储的一些自定义事件的内容 error.log是存储错误的一些内容 这我们以演示这个access.log为主 因为本章的内容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实现 业务上的日志的一个这么条大的功能 而说给大家讲明白我们的日志到底是怎么写的 怎么分析的就够了 至于这个日志功能怎么去连续通路跑起来 我们后面还有框架的一些例子一块去演示 好 那我们这个日志文件先扔到先不管 然后拆sr文件加入我们新建一个目录叫utels utels工具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新建一个叫log.gs 这个log.gs呢 刚刚刚是为了写日制用 好 根据我们之前演示的一些demo和一些api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写这个log.js 然后requirefs是吧 还有pass 好 这样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函数叫做create createWidescreen 就是我们这个函数呢 会传入一个filename 就传入一个文件名 然后生成一个什么的 生成一个writeStream 所以writeStream就是说 是那个水桶的右边那个 就是我们要写的日子 肯定是数据要流向第二个水桶 我们先把第二个水桶给生成 这种生成这个方式呢 就这个filename呢 我们可以传入一个比较单个的用户里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要传入access.log error.log event.log 然后由这里面去自动拼接它们全部的文件名 所以说我们这拼一下 forfilename 复制成task.join 这个join的空门可以传入很多个参数来拼接 delname 就是当前的目录 当前的目录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往上翻译层 对吧 还需要往上翻译层 大家看一下 这个utels 往上翻译层是nsrc nsrc 对吧 我们还需要再往上翻译层 翻译层到这个logs这里面来 然后所以 再进入logs 进入logs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filename写上 就通过这么一拼接 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的日志文件 绝对录音的一个地址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 定一个叫 writeStream 这一个图像 fs.createWriteStream 当然这两个不一样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函数 这个是fs自己本身带的函数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透明也无所谓 forfilename 传入 然后呢 我们加一个flag flag乘成A flag乘成A的意思 跟我们之前在操作的那个文件 操作的时候这个flag的A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写日志的时候 我们是追加去写的 append A就是append 追加 并不是说覆盖以前的内容 好 最后我们把这个writeStream给它返回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文件名 然后找到它的日志所在的路径 创建一个writeStream 可以且去return这个Stream 好 然后呢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获取什么 obsessLog的writeStream 对吧 或者说create a writeStream 把这个obsess.log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刚进的这个文件 在文件里 传进去 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writeStream的对象 好 生成对象之后 我们现在是 我们可以再定一个函数 叫functions.oxess 然后接受一个log 这个oxess就是为了提供给外面 model.expose 把它输入出去 搞错 好 这个oxess就是为了提供给外面的一个函数 就是写什么写 就是写什么写那个防卫日志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到这儿了 看来会清晰一些 好 写用防卫日志 我们把这个 oxess的writeStream给它 获取出来 然后有log了 然后这样的话 既有这个stream对象 也有log的内容 我们怎么去写呢 怎么去写 我们可以统一定一个函数来写 写日志 这个函数 函数呢 我们就叫它叫writeLog就可以了 writeLog呢 第一个参数是writeStream 就是我们往哪个stream都写 然后log是什么 就写的内容是 其实通过writeStream的写log特别简单 就是通过writeStream.write就可以了 write 然后log 然后加个什么 加个换号就可以了 就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关键单 这一行是关键单 通过writeStream.write 我们就可以把一行日志给写住 当然你换行还是要自己换的 要不然的话它会一行一直排下去 这样是不对的 那这样的话 写完writeLog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Axess里面去调用了 对吧 然后把这个Axess writeStream 传进去 把这个log给传进去 好 大家看 我们通过这儿已经把 Axess这个方法就写出来了 对吧 同理呢 同理我们这个地方 还有AerrorLog 还有EventLog 这两个的方法一定也可以完全一样的写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儿也不再重复了 完全一样的 这个再重复就没有意义了 好 我们就以这个AxessLog 这个例子为主 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把 网络日志给它写入进来 我们这儿提供了一个 提供了一个方法 肯定是要在app.js用 对吧 好 我们打开app.js 然后去获取 获取这个叫 Axess方法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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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utl log.js 通过这个 把这个方法汇取出来 汇取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serve handle里面 就是有request里面直接去写就行了 比如说这儿记录 AxessLog 通过这个Axess 然后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可以用一个这个方式来去写 然后里面的第一个内容是request.method 就是方法是什么 我们要记一下 对吧 然后呢 换好 好像不好 我们就不换好 好 request.method 然后 空格 杠杠 空格 要分开嘛 对吧 不分开的话就连一块 request.url 空格杠杠 空格 然后request.headers headers userurgent 就可以获取浏览器的特性 同理 同理空格杠杠 空格 然后再是 加一个什么 这个过去当前的一个时间说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日志给记下来 对吧 因为通过Axess 传入一个自乎串 自乎串 然后传到这儿来 就可以把这个自乎串 给写入到这个Stream里面去 而且通过Stream去写入 效率是非常高的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看看空格材 我们去访问一下 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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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新的三遍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日志文件 好 是不是已经有三遍了 对吧 已经有三遍了 我们再 改变一下 双新的方式 我们可以 访问一个 details 好 访问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我们再看一下日志文件 大家看 这是前三遍是访问这个list 对吧 然后三遍又是访问这个details id等于2 大家看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时间说也不一样 对吧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OXS log的记录方式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就是说 当然这不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在执行OXS方法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什么 我们可能会判断一个开发环境的问题 比如说它如果开发环境的话 我们就不去写入文件 我们就直接去代应出来 如果是production环境 线上环境的话 我们就写入文件不代应出来 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如果是想要自己做的话呢 可以去通过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environment去判断 它如果是DEV的话就打印出来 它如果是production的话 那就直接把它写入到这个面中 好 这就是我们写日制基本的一个原理和一个应用 我们这个地方OXS log已经写来了 你像这个error log和inventile log也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就不再讲了 不再讲不证明我们以后不讲了 而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因为它技术上是重复的 所以说我们不再讲了 这个error log和inventile log 我们会在后面还会继续的去说 而且说的内容还不少 就是以各种方式去写 以及它们有什么优缺点 以及到时候会根据场景选哪个 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这就停止了 后面还有很多内容 我们这的恒性内容 就是说我们怎么通过这个stream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日制高效的在解锁CPU解锁内存的情况下把它写到了